太监在皇宫里最美的一件差事是什么? 清朝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廷透露 宫里的太监最美的一件差事就是服务皇宫中的娘娘洗澡 他说娘娘们洗澡的时候自己从来不动手 都是由太监宫女来帮忙完成的 这些娘娘沐浴的时候都有一个特殊的爱好 那就是从头到尾不会挪动自己的身子 全靠太监来服务 太监为娘娘沐浴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在深宫大院里有如此的待遇 他们是求职不得的福分 哪天娘娘一高兴赏赐点银子升职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服务娘娘洗澡是太监最美的才是 喜欢历史故事关注小二 也可以翻看小二其他视频